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前段时间是款288皮肤黄长 而那只黄长是属于最后一次提供黄长了 维哥在黄长中拿到了蝉蝉的天堂胡蝇 而拿到这款皮肤后 维哥就拥有了蝉蝉的全皮肤 那么今天维哥就来对比一下蝉蝉的全皮肤 看看哪款皮肤是谁值得入手的一款 首先我们来做天堂胡蝇这款皮肤 说实话这款皮肤除了英雄模型的胡思和原皮有区别外 其他和原皮没什么区别 游戏中技能特效和原皮是一模一样的 要不是一款限制出色的皮肤 还真没什么人喜欢这款皮肤 还不如用28碎片去换个半身皮肤 接着说说蝉蝉的另一款288皮肤 也算是蝉蝉的半身皮肤了 这款皮肤叫做1001也就是模型的衣服换个样子 其他和原皮差不多 不过它比天堂胡蝇好的地方 是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获得的 比如碎片商店还有一些活动 也是可以获得蝉蝉的这款皮肤 每个拿到这款皮肤 就是通过某次活动获得的 再来就是蝉蝉的幽蓝居士 这款皮肤上线手中是60点券 那时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皮肤了 而现在需要488点券 说实话也就是技能特效的颜色换了一下而已 如果有半身皮肤的话 就不会电灾去运点券换这款皮肤了 除非这款皮肤后续会上线碎片商店 这样碎片换的话就非常不错了 最后就是缓箭白羊柱了 这款皮肤是蝉蝉的传说级皮肤 手感上自然比其他皮肤好了 但是缺点就是价格太贵 如果你不是经常玩蝉蝉的话 还是不建议入手 最后总结一下 从性价比来说 现在是1000页最有性价比了 而从手感来说自然是缓金白羊柱了 当然喜欢幽蓝局势的 可以等到以后有活动送的时候去领取 那样才是最实用的 一开始就像那样的 也不太会 就像那样的 我们把皮肤的 这个皮肤都充当前 也不太会 我们把皮肤的 可以当前 但是我们把皮肤的 这个皮肤是一样 是 我们把皮肤的